现在决赛赛场上吧 感觉很高兴 有一些紧张我觉得 但是后期的话包括教练开导我 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好了现在 其实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困难 都是比赛的一个部分 你像我们从早上9点多的比赛 一直到晚上10点多的比赛 反正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吧 我觉得大家还是忍得住 能够耐得住 坚持到最后吧 谁坚持到最后 谁笑到最后 谁笑得最好 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正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 所以就面对困难吧 就一点点的往上冲 我觉得这对我们所有运动员 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和经验吧 对他们今后的生活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 特别特别兴奋 然后觉得大家都非常都不容易 能一步一步顶到现在 我觉得是大家的坚持带来的结果 这几场球 我觉得大家俩特别的团结 就是每次我觉得都是在落后 或者领先 眼睛都是红的 都想要这种球 这个过程应该是先苦后甜吧 因为毕竟小组赛 我们打的还是比较曲折 而且我们自己的整个状态 思想包括心理调整 不是特别好 到交叉赛开始才真正的爆发出来 开始没有去想那么多吧 因为想把过程做得好一些 然后到最后真正拿到这块金牌 真的觉得跟做梦一样 所谓年轻队员 第一次打这么大赛 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觉得后期进了前八之后 这几场球还行吧 之前确实也是